教練窗戶現在關心到 土耳其塗油摔角節盛大登場 就像古老的運動已經有600多年的歷史 選手全身上下都必須塗抹橄欖油 穿著一條黑色長皮褲在草地上面摔角 由於身體抹油之後滑溜溜 如何施力也成重要的至勝招數 群眾敲落打鼓上街遊行 這裡是土耳其西北部的古城埃迪爾內 一場古老的運動盛事即將展開 數百名壯漢上半身赤膊 穿著一條黑色長皮褲 全身塗抹橄欖油在草地上摔角 這是源自14世紀的土耳摔角節 今年已經漫入第663屆 幾乎沒有停辦過 2010年更被聯合國教坑文組織 列為無形文化遺產 當然是橄欖油是一項必須的 但我們不認為它是一個價格 而是一項投資 在保持我們的祖父的運動 選手只要讓對手仰面朝天 或是將對手扛起來走好幾步 就算是獲勝 由於身體抹油之後滑溜溜 選手不容易抓握 如何利用對手的皮褲施力 成為重要的至勝招數 連脫下對手的皮褲 都不算是犯規 我為何要做這個運動 因為我會把我父母 我父母和父母 過去比賽並沒有時間限制 選手大戰一兩天不是什麼新鮮事 不過現在比賽時間限制在30或40分鐘 要是延長賽還是不分勝負 由裁判評分定輸贏 許多選手賽前進行魔鬼訓練 因為在土耳其人眼中 拿下冠軍是至高榮譽 林佑任編譯 過來吧 好 én